1 好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各位現在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遊戲頻道哦 相信各位Pokemon GO的玩家應該都知道 近期有一件最大的事情 也是最令人萬眾矚目的事情 沒有錯就是我們的Mega烈空座 哎不對那太久之後的事情了 Mega烈空座在8月底才會開放給全球 8月4號是有買入場券的人 有先買的人可以先打 然後有買入場券呢才可以獲得超級能量 那麼今天要說的並不是我們的Mega烈空座 而是我們的Mega老肥班他終於來了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冷月家附近 超級少那個Mega的班吉拉斯啊 我們的老肥班基本上看不太到啊 冷月蹲了好久也才看到兩隻 然後兩隻都把他打下來了 然後全部都垃圾 全部都是我們的 這有點悲劇啊 然後這兩星的數值還都分佈得有點平均啊 也都不是太好看 那不過沒關係 我們之前就已經有練過一隻班吉拉斯了 那算說那隻IV不是要太好看啊 沒有錯只是勉強三星而已 勉強及格 但我覺得以PVE來說已經是夠用的了 什麼廢話不多說 就來看一下我們班吉拉斯的Mega進化吧 那我相信很多有在社團的觀眾朋友應該都知道 已經一堆人PO出抓到滿IV的老肥班的那個照片了 我只能說啊 我怎麼這麼衰啊 怎麼抓都抓不到啊 有點痛苦 好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把他Mega進化一下吧 那因為老肥班基本上不太可能拿來打PVP 就他的弱點實在太多了 打PVP其實不知道太強勢 這句話冷藥這邊就把他稍微Mega進化一下就好了 那因為最近呢出的一些團體戰 暫時也用不到我們老肥班的Mega進化 7天之內用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Mega進化看一下我們帥氣的班吉拉斯吧 哎呦來囉大恐龍大恐龍 超級大恐龍他來啦 我們的Mega班吉拉斯成功解鎖帥氣啊 打啦帥氣 Mega班吉拉斯 現在是一等 休息時間是7天 三等的話是休息時間3天啊 那冷月的蓋惡卡現在是高階級 還有待努力啊 那我們的比較常看到的像是顧拉多 還在基礎啊還沒上去 哎等一下我的蓋惡卡是不是快升高階了 快升那個頂尖了 對耶快升了耶 進行23次啊我們現在幾次啊 我們現在幾次我也不知道啊 好這不是重點 反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冷月的班吉拉斯也終於成功的Mega進化啦 那不得不說啊 我們這附近真的是超級無敵少 超級班吉拉斯的 基本上完全走到哪看不到哪 一堆那個龍柱 一堆龍柱 但是看不到我們的Mega老肥班 讓冷月超級失落 因為我朝思暮想就在等他出現啊 老肥班算是我 寶可夢裡面少數頂尖喜歡的寶可夢之一啊 以準神系列來說的話 冷月最愛的就是老肥班 再來是我們的萌萌的快龍 再來是我們的暴飛龍 有人說一種後期的都比較不喜歡 尤其後期的我對他印象就相對沒那麼深刻 一代準神是爆飛龍啊 不是是那個快龍啊 二代是老肥班 三代好像巨金怪吧 三代是巨金怪也爆飛龍你忘記了 反正就那麼多歷代的準神 像什麼 Komo 那個藏偉林甲龍 或是我們的 那個誰啊 玄冬王軍我們準神有誰了讓冷月參考一下巨金怪嘛 然後那個三首二龍啊三首二龍 然後我們的嗯 還有誰是準神啊 冷月突然間腦袋斷線了 準神腦袋突然一片空白啊 反正這麼多歷代的準神當中冷月最喜歡的三前三名就是 快龍爆飛龍跟班吉拉斯 那也因為冷月最喜歡這三隻 隨之三隻基本上都有各練一隻起來 我們的閃光光爆飛龍 然後我們的快龍跟我們的班吉拉斯 三隻各練一隻起來 那巨金怪認真來說啦 他的幽浮造型其實冷月也很愛 但是問題是 對比那三隻 兩隻龍跟一隻大恐龍之外呢 冷月對巨金怪的程度應該排在第四喜歡啊 好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看一下這個 MEGA的班吉拉斯 因為班吉拉斯在PVP的整體抗性來說實在太差了 所以主要會用於我們的PVE 那PVE的話就要針對團戰的屬性來做針對了 像我們之後出的MEGA裂空座 龍飛嘛龍加飛屬性 讓我來確定一下我們的裂空座可不用岩石器去打 冷月對屬性克制上面其實有點薄弱啊 意思有點薄弱啊 通常不先查之前呢 冷月都不知道怎麼那個啊 那我們就來思考一下MEGA裂空座的屬性 裂空座 對請不要懷疑冷月現在邊查手機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MEGA裂空座要怎麼針對 MEGA裂空座跟色違裂空跟那個原始裂空座基本上都是龍飛屬性的 所以這樣可以看同樣的東西啊 那是沒差的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來來來來 最佳克制選擇 那也全部都兵器 他不是龍加飛嗎 克制屬性 兵器妖精龍系岩石 好他可以用岩石器來克制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 MEGA班級啊 實在那時候應該可以派上一席之力啊 雖然說我看到很多人推薦都是派兵器啊 用兵器去打啊 可能相對來說抗性屬抗性面會比較好吧 不過沒關係 我們用岩石器我相信這樣可以敲出很帥氣的傷害的 冷月的目標就是用那個啊 MEGA班級阿斯來應拼一下我們的MEGA裂空座 然後不得不說班級阿斯那五萬兩千的戰力 確實讓冷月稍微嚇了一跳 結果冷月派出一堆的怪力軍團 跟我們的那個原始回歸顧拉多之後去打才發現 其實好像沒有那麼強 大概三到四個人吧 四個人等級要高一點的 四到五個人可以稍微挑戰一下他 甚至我覺得有更極限的可能兩三人就可以打過 我覺得都有機會啊 因為他的屬性抗性真的太差了 其差無比啊 好那麼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到這邊準備結束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贊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說的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透透的我一定會一一回覆你的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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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